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这个还是要拿去户外弄比较好 來 走吧 這是來自Nauri的Cloud Workshop 他們是一個自己可以製作一個回收環保衣服的感覺 也不能說是回收吧 就是也是有點remake的意思 因為物流的法則關係呢 所以我這個盒子裡面是沒有噴漆 噴漆是另外機空過來的 然後在這裡除了噴漆之外呢 有一盒筆 然後一些貼紙 一副手套 有Nauri的logo 一些鏡空的模板 就是給你用來用在衣服上去噴 然後就是一件T-shirt 沒有其他的 其實我現在沒有想好具體的要怎麼做一個做法 機性發揮好了 好啊 先讓它乾一乾晚點再看你一樣 這觸水也太慢了吧 這觸水也太慢了吧 然後橙色和綠色我沒有很喜歡 所以我想只塗黑色好了 但是這一個是連成一體的耶 很奇怪這個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覺得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 會覺得我噴到無可以嗎 其實我也是機性發揮一下啦 本來想說好好的撿一個自己的logo拼上來 但是弄完才發現好像沒有地方合適了 所以沒有去弄 大家看看效果吧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Nauri他們這個 project 前一陣子可能大家也有看到 在Nike TX淮海的那個pop-up store裡面 有擺一個活動的秀 他們這個一個DIY的活動 好像接下來還會在一些其他城市舉辦 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留意一下他們的一些官方消息了 那我自己的示範大概就這樣子了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OK 那麼 這是衣服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鞋子 鞋子的話 大概就是這一鞋 ISPA的系列了 就基本上大家能在市面上看到的 今年出的ISPA系列的 當然也不是全部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拿到全部 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首先就這一雙 Overreact 這一雙是Sandle 兩鞋的版本 我只簡單帶過一下就好了 因為這一雙我其實在上上期 那IKE的活動呢 其實我就已經介紹過了 如果你們想詳細了解 關於這一款鞋的一些細節的話 你可以去翻一下那一期影片 簡單帶過一下這雙鞋就好了 它是今年的ISPA系列 應該也算是第一波發售的產品吧 因為首當其衝 最早出來的ISPA的鞋款 是這一雙Rowar 這個我們等會再講 那Rowar其實出的蠻早的 在活動 我去參加活動的時候 早去發售完了 所以我是沒有獲得到 那我是拿到這一雙Sandle的Overreact 我個人覺得它還是蠻好穿的 都是全react的鞋底 雖說它是一個涼鞋的設計 但是我還是建議穿襪子穿 然後我覺得它整個造型的 比較適合現在流行的camping的風格一點 urban outdoor一點的感覺 會比較好看 日常通勤還是蠻好穿的 我不知道這雙鞋 你從1到10分會給幾分呢 我個人覺得它還蠻舒服的 並且你可以看到 我貼了一個很可愛的設計帳 因為它正好有一個魔術貼的面在這裡 這雙鞋先講到這 詳細的話大家去翻之前那期影片 我們講一下其他的幾個鞋款 是我個人興趣比較大的 並且也是我實際拿到產品比較喜歡的 先講一下鞋盒 這整個系列的所有鞋盒都是長一個樣子 都是這樣子 除了鞋標不同之外 其他都是可以說就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不過多介紹鞋盒了 剛剛講完了Overreact的一個系列 同時它有Flighting和Sando兩個版本 圖片我附在這裡 那再過來在Overreact發售的 接下來一波就是這一雙 Flo 我個人是超級喜歡這一雙的 在沒有看到實務之前 看照片呢 我只是對它這個超級熬的足弓 比較感興趣 因為可能之前有看我影片的朋友 大家了解到我個人的足弓比較高的那種 我是比較喜歡足弓 位置比較貼腳 稍微頂起來一點點 我個人穿起來更加舒服一點 那實際拿到手這雙鞋 包括我看到他們的設計靈感呢 我個人是覺得這雙鞋真的非常非常適合在南方的朋友們穿 真的是太合適了 要講到這雙鞋呢 首先還是得簡單的帶過一下ISPA整個系列的 你可以說是他們的哲學理念 或者叫做精神內核吧 ISPA四個字母分別代表不同的鞋款和不同的意思 基信尋寶、保護適應 這些幾個意思然後拼在一起 實際上他們想表達是什麼呢 我個人覺得這整個系列是屬於 Nike目前整個產品線裡面稍微先鋒一點 帶實驗性質的一些產品 每一款的量不會說特別的大 但相對於Nike來說不會特別的大 那並且這整個系列我覺得是比較敢想敢做的 就是真的把設計上炒圖的那種想法 完完全全的把它變成一個現實的產品 我覺得這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執行力呢 目前好像還是Nike做的是比較好一點 先不說它整個作品完成度怎麼樣 適不適合日常使用 或者說它的功能性跟它實際的設計感會不會有一個衝突 你就單純從草稿看一直拿到實物 我覺得還是很佩服他們的 生產和製造還有設計的這個能力真的是沒得挑 講回這雙Flow啊 它名字叫Flow呢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素膝鞋的這個意味所在 它的靈感來源是來源那些特別特別極限運動的運動員們 他們會魔改自己的一些極限裝備 最大限度的去追求輕量化 把沒有必要的東西全部都給摳掉剪掉拿掉 為了讓自己能輕一顆算一顆 那所以在這個基礎之上呢 Flow這雙鞋就誕生了 目前我可以量產買到的產品裡面 為數不多的超輕量化的一款鞋了 從它鞋底就可以看得出來這種蜂巢狀樓空設計 它的樓空是真真正正的 從頂傳到底啊整個是打孔狀的樓空 不是只是挖個洞 後掌是沒有了 因為比較堅固回彈和穩定性 那前掌包括整個中底都是 然後足弓挖這麼一大塊目的也是為了減重 但它要減重的同時也要保證穩定性 保證一個支撐性 所以它的足弓呢 內側有一個很大的塑料片在這裡 連鞋帶的系統也一起固定在這裡面 我覺得這個設計還挺聰明的 然後整個鞋的材質是那種透明網紮的纖維 應該說是 然後在一些有點隨機異味的地方 做了一些紋路直上去的 算不算補強我也不確定 因為好像它沒有對支撐性有一個重點的加強 只是看起來就很隨機 兩側呢都是這種非常大非常透氣的網眼 包括後跟也是 鞋舌挖了一個很多很多的洞 這場鞋我拿到手的第一反應 我在想它是不是可以光腳穿 如果沒有在廣東生活 可能不太了解 目前接近10月份了還是非常非常炎熱 我是穿背心短褲出門都是還會出汗的這種溫度 再加上經常會有下雨啊 颱風啊這種不太良好的天氣狀況 導致我個人就非常喜歡這一種透氣性極強的鞋 然後這場鞋 好在就是它除了透氣之外 它可以說是不怕水 不能說它防水 可以說全都是孔啊 就是因為全都是孔 它是根本存不住水的 你就算踩到水裡面也好 水還是很快就可以從它的孔洞裡面排走 你可以看我的畫面上的演示 我直接倒一杯水進這個鞋裡面呢 基本上是一滴不剩的全都流出去了 鞋裡面是沒有殘留任何的水分 當然鞋底有一塊這種人造棉的補牆在前掌的位置 目的可能是為了緩衝或者是製造工藝上的一些流程所需吧 會有一點點這個棉的殘留 它會稍微流一點點水分 但是不影響你整個腳感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呢 這場鞋的鞋墊它不是那種海綿鞋墊 它是膠 它也不吸水 當然鞋墊表面這種織物的圖案呢 是有一點還是有點吸水性的 但是並不影響你穿著 不會在你踩水之後感覺鞋裡有一汪水晃來晃去 是不會的 頂多是腳有點濕 過一會就乾了 因為它的透氣排水性都非常非常強 真的是在畫面上可以看到它非常的透亮 這也說為什麼喜歡這種鞋的一點 我覺得它是真的真的非常適合南方這種氣候 雖然我不確定它是不是真的可以穿去素膝 但是至少在南方的城市日常生活來穿 它真的算是一個非常好的幫手 可以替代我之前那雙快穿爛的Flyny Racer 然後包括它全掌用的也是React的材質 然後它的鞋底設計感呢 區別於這一雙Overreact 這麼大的紋路 Flow的紋路都會比較淺一點點 但是它是看起來更有規律 兩邊都是鋸齒的感覺 我還真的就沒有穿襪子 試了一下穿它出門走一走 很可惜那天拍攝素材好像給我弄丟了 額外補一點畫面給你們看 普遍上你可以看到我是沒有穿襪子穿這種鞋 但其實我穿了一天走下來 可能因為新鞋剛穿的關係吧 我的腳不是很適應 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程度的磨腳刮腳刮得有點痛的感 還沒有刮破但是我一開始不適應 到後面呢我就還是換上襪子來穿這種鞋了 其實它裡面也不能說不講究 它已經把很多位置都用非常細膩的這種纖維材料給它覆蓋住了 但是依然防不住就是車線補牆的位置 在內側依然會有刮腳的狀況所在啊 這個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點 如果你習慣了光腳穿它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反正它會不吸水它也不會吸汗 然後它透氣什麼都非常好 應該是不會產生什麼異味啦 當然它的抓地力也不會說超級無敵好 只是說足以應付你 在下雨天出門呢腳有一定的保護性 如果你又不想穿拖鞋這麼沒安全感 那你又不想穿雨靴那種那麼悶的鞋呢 這種還蠻不錯的 這是我對Flow的一個最大的感受吧 並且它的腳感也真的非常好 我不知道從1到10你會打幾分呢 我個人對它的評價還是蠻高的啦 我可能會給它8分吧 那麼這大概是這雙Flow的一些 我的上腳地印象我穿了大概有也是一週多的時間吧 因為我有好幾雙鞋需要輪著穿 所以沒有辦法一直去體驗它 再過來呢就是這一雙鞋 Drifter 這雙Drifter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整個系列裡面當時PO出來全系列 我第一眼愛上的就是這雙鞋 第二是這雙Flow 第三還是這雙Rowarrier 但其實論腳感 ISPA整個Family全家桶這幾個系列的腳感 都不差都很好 在選擇上呢 腳感不會成為你猶豫的一個原因 我覺得主要還是看顏值看你個人喜歡 這雙Drifter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跟Rowarrier一樣 它是分子設計 但是區別在於 Rowarrier呢它真的是一個非常超前 功能性非常強的這麼一個設計感啊 它的設計感就已經驚到所有人了 都不需要在乎它的腳感 或者材質或任何東西 只要看到它這個樣子 就能糊住人 Drifter 這雙鞋 它乍一看好像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但我覺得它是這整個 ISPA今年的這個系列裡面 最伴助吃老虎的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它真的非常非常紮實 這雙鞋真的是使用性相當的高 慢慢講 首先 你提到哪一體的分子鞋 你才會想到第一雙是什麼 應該是這雙對不對 AirRift 我這個不是元年版本啊 但是都差不多 給你看個大概就好了 AirRift這一雙 據說當時的靈感來源是東飛大峽谷啊 有那個等高線那個顏色設計 但是我個人覺得它其實還是來源於 東方文化裡面的這個夾腳鞋 會比較多一點這個元素 那麼這幾個分子鞋的腳感呢 不太一樣 我說的不是鞋中底緩正的腳感 我說的是你的腳 穿進這種形狀的鞋裡面的感覺 就是它分開你的腳趾 你感覺會穿著好像人字拖一樣 會夾腳的 會有點異樣 我覺得可能一開始適應不了 會不太好接受 但你穿一段時間呢 其實你會覺得 這種設計還真的是很方便 很舒服 分子襪呢 我個人嘗試了之後 我就還蠻喜歡的 就是我一直都有在穿的這種分子襪 當然這一個不是Nike這個鞋原配的 很有意思的是 你買Nike的分子的鞋款呢 他們都會在鞋盒裡面附贈你的分子襪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襪子稍微有點太長了 雖然它質感還蠻舒服的 它一點綿都沒有 它是全纖維的 所以它可以織得比較細 腳趾中間不會有這種縫 但它我覺得太長了 穿上去像足球襪一樣 我個人就沒有特別愛這種長度的襪子 我日常穿的分子襪呢 是稍微短一點點的 大概就到腳踝上面沒到小腿了 但是我穿的分子襪的款式呢 在腳趾的位置會比較肥厚一點 站的空間比較多 這也導致了我想接下來說的一點 就是大家看到 不管是Rowar也好 或者是AirRift也好 它們的鞋頭 可以說是圓頭或者平頭的 它們留給腳趾的空間還算是比較多 一切換到Drifter呢 它的鞋頭是這種尖一點的設計 看得出來嗎 鞋底可能看得明顯一點點 這樣一對比你就會發現 就是因為它的圓頭 或者說叫尖頭的設計 你的腳趾伸進來呢 有一點空間是浪費掉的 在前面這個最尖端的位置 你的腳是吃不到這個位置 所以再加上它中間會有一個 綁帶的設計穿過腳趾 導致它腳趾中間的空間呢 被侵占掉一部分 再加上我穿的襪子 是這種腳趾位置 支的比較厚的這種款式 就導致了我的腳趾穿進去呢 夾腳的情況會比較明顯 不太容易適應 就不像我穿AirRift 或者說是Road Warrior 那麼的從容 這雙會感覺 我真的像在穿人之駝一樣 但是除了這一點之外 其他的都很好 首先它的泡棉 也是類似React的那種材質 但它沒有說它是React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黑色的這一塊 在另外一個顏色上是土色的 但是它有點脫色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位置 泛白了 它是什麼材質呢 它其實就是回收的ZoomX泡棉 之前Space Hippie的那一個系列不是有嗎 就是鞋底有 採用一部分的回收ZoomX 它把那些回收的碎塊 壓縮成了這一個緩震的形狀 但很奇怪的一點是 ZoomX泡棉確實很彈 它每一粒單獨拿出來都很彈 可是好幾粒拼在一起呢 在拼接的位置 每一塊之間的縫隙是比較堅硬的 就沒什麼彈力 我覺得它其實是觀感上的 視覺上的一個設計感 大於它的功能性或者說實用性 踩上去的感覺沒有覺得特別明顯 當然不是說它腳感不好 它腳感OK 非常OK的 它沒有給你十足的回彈 但它緩震非常的好 你踩上去的腳感非常的穩 非常的好走 非常的結實 也是得益於它整個鞋底設計吧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位置架寬了一大圈 還有一個硬製塑膠 有保證你的整個腳型 然後它的穩定性非常好 它是不會這樣子左右扭的 泡棉也夠厚 然後整體形狀呢是非常的硬挺 同時它有非常好的緩震 就你日常行走的話 通勤是非常非常舒服 把我整個大底的抓地力也蠻好的 大家可以從畫面上感受得到 並且Drifter這張鞋和Overreact是一樣 它是沒有鞋墊 它的內部就直接可以看到中底了 黑色這些點點對應的 看到的裡面就是這一個 回收ZoomX的泡棉 這是它整個鞋底 它鞋身的材質呢 稍微有一點點防水波 但是我不建議下雨天穿這張鞋 肯定還是會濕透的 然後它鞋帶系統我覺得蠻特別的 它雖然說它靈感來自日本的Tabby主帶 但我個人覺得它這個抽繩設計的感覺 還挺別緻的 它不像是我們之前熟悉的那種QuickList的系統 它這裡抽繩拉緊呢 是拉緊整個鞋口而不是鞋帶系統 你可以看到後面是有一個黑繩子 這個黑繩子呢一直從兩邊延伸過來到底下 在這個位置繞過來呢 從鞋舌前面出來 所以你這樣一拉是把整個鞋口給收緊 收緊之後呢你的腳就不容易滑出來 但我個人覺得你穿上去其實收不收都無所謂 因為攜帶系統綁緊的是在前面 前面的這個位置它會綁緊你整個腳背 所以鞋口稍微鬆一點的腳也不會掉 並且我個人覺得在視覺上 你要為了好看而穿這張鞋的話 還是把它打開會更帥一點 收緊的看起來就整個鞋扁掉 這是我個人的感受 鞋幫呢裡面是有彈力相形在兩邊拉著的 這樣子也保證了這張鞋有一個支撐性的同時 它鞋帶鞋舌不會左右歪 因為它已經覺得可以說是多了一大塊出來在這裡 堆積在一起吧 所以這樣子有一個向緊拉著的話 它可能會比較好固定這個視覺上的形狀 然後它的鞋帶是從兩邊的直帶這樣子繞過來 所以它算是有一個兩側的固定吧 那麼整體狀鞋的腳感呢 非常非常結實非常踏實的 不僅是外觀看上去那麼先鋒 感覺好像不太實用 它其實非常非常實用 但是有一個tips就是 一定要選好合適的分子襪 不能選太厚的 如果你的襪子比較厚的話 建議你拿大半碼或者一碼都可以 有能力或者有條件的朋友們呢 你最好試過再買 這雙鞋我覺得還是蠻挑你的使用場景的 不是人人都可以適合在日常生活中去穿它 但是它真的非常適合日常通勤 我覺得整個RSPA裡面性能和設計感相匹配最優秀的一雙 我不知道1到10分你會打幾分呢 我會給它9分 我是真的很喜歡這種鞋 那麼這雙Rawarrior的分子設計呢 就不同於剛剛那雙Drifter了 它非常從容 並且它鞋面的彈力非常的好 它不是Fly Knit 它只是Knit 就是正肢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兩側呢 也是一種非常好透氣性的 整個鞋面前面的位置呢 是非常好彈力的這種 它的不同區域有不同織法不同材質 包括整個中底 我覺得就不用再多說了 它腳感還蠻像我之前介紹的那雙 AlphaFly Temprone X%的 就是那種Zoom X泡棉加上雙AirZoom氣墊 不過區別是它除了雙Zoom氣墊在前掌之外 中間還疊加了一氣墊 使得你的整個彩狀鞋的腳感是很類似Next% 但是它會更加的彈一點 可能是因為它這個懸浮中底的設計 雖然說很多資料說 它參考了Shox的那一個設計 就是懸浮氣柱 但是它這個懸浮感會更加的強 使得它整個腳感會更加彈面 它也是超級無敵真高的一雙鞋 它有沒有很適合日常的我覺得並沒有 並沒有 但是它腳感也蠻好的 不是說日常穿不舒服 也OK 但是它的造型實在太過於搶眼了 你這一整身如果不搭的誇張一點的話 然後很難襯得到這雙鞋出門 就是你穿太普通的T恤短褲 穿這雙鞋有點怪怪的 感覺你是好像沒有用心做搭配 但是就是為了炫你有這雙鞋而穿 有這種感覺 它也會附贈一雙分子的襪子 並且它是有鞋墊的 就不像前面那雙分子鞋是沒有鞋墊 它的襪子我個人覺得沒有Drifter那雙好看 Drifter那雙是黑白嘛 然後它這雙是白色帶一點藍色條紋 藍色的來源是裡面的這一個紙袋的顏色 我覺得還是黑白好看一點 我看到馬上還要出一個新的顏色 就是比較深色有點暗沉的那個顏色 我是覺得那個顏色會比這雙更好看一點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我不知道一到十分你會給這雙鞋幾分呢 這個鞋不是我的馬術 我就不上腳給大家看啦 並且它腳感也是OK啦 中底的泡棉也很彈 然後整個外底設計感非常誇張 但其實它腳感還OK抓地力也不錯 就是你出行的環境比較好的話 還是可以搞一雙穿穿看的 當然它的價格發售就很高了 3799啊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的二級市場價格是多少 我也沒有去留意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這麼大膽的設計 能把它量產出來 如果你又很喜歡的話 其實還是不要錯過啦 我覺得還是蠻有一個產品設計的層面 還蠻有價值的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啦 但是這個因人而異啦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我說再多也白搭 這兩雙分子鞋 你們會喜歡哪一雙呢 你可以投個票看一看 這幾雙分子鞋 如果一定要我排個順序 按照舒適度的話呢 我覺得 roadwarrior的舒適度是最高的 第二雙可能會是 drifter 它腳感確實真的不錯 再過來 最後的是這個airrift 因為它沒有什麼回彈或者緩震 抓地力也一般般 那就剩在便宜 這雙還是我打折買的 才300 200 我忘了 Outlet買的 這是 ISPA整個系列的幾雙鞋的一個概覽吧 這是我個人在有限的時間內 大概體會到的一些感受 在這裡分享給大家 希望對你們的選購和搭配有一定的幫助吧 對我個人而言呢 ISPA這整個系列 我覺得它在產品設計的角度 把想像力轉換成 食物的這一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它是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做得非常好 非常優秀 至於說產品本身怎麼樣 它合不合格 實不實用 適不適合大多數人 這個需要時間的檢驗了 也需要大家的評價 我個人的角度呢 我還是蠻鼓勵這種嘗試的 希望各個品牌都會去有這種嘗試 比較實驗性的一些新的東西帶來 而不是一直超冷販對吧 那我們也一起期待一下 ISPA後續會有什麼更多的一些新款吧 那時間有限 我就先講這麼多 如果我還有講的不準確 或者說沒有提到的一些點 歡迎大家彈幕或者留言補充一下 這大概就是今天的內容啦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 對你有幫助的話 希望各位先商量 如果還沒有關注我 也點下訂閱了 我是Rock 我們下次再見吧